宫墙上的无头宫女 真飞景中传来的哭声 夜间会有宫女太监们的鬼魂出没 相传每年都会用六十吨猪鞋镇压邪魅 故宫未开放的区域究竟藏着什么秘密呢 发生在故宫的淋浴传闻究竟是真是假 故宫又叫紫禁城 是明城祖在永乐四年开始建设 于永乐十八年进城 相传当时动用了一百万名宫 花费了十四年的时间 才将其建设完成 整座宫殿占地七十多万平方米 有大小七十多座宫殿九千多间房屋 其中有五百多年都作为明清两朝皇帝的皇家宫殿 迄今已有六百多年的历史 是世上现存规模最大 保存最完整的皇家宫殿之一 如今故宫也是国家5A级境区 每年大约可以接待七百万民游客 可即使如此 故宫依旧会坚持每天五点准时请人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据民间传闻 故宫在下午五点以后是引起最重的时刻 当阳间的游客们走后 游荡在故宫里的冤魂就会蠢蠢欲动 所以即使在炎热的夏天 游客也会感到阴风阵阵 据民间故意媚传说 当年真妃在投井自杀的时候 嘴中含着一颗野鸣珠 有人动了邪念吼 便乔装成游客进入故宫 打算打捞野鸣珠 他先悄悄地藏在真妃井附近的屋子中 想待到天黑再动手 谁料当晚下起某某细雨 那天没有值班人员寻查 于是他便拿起准备好的工具 准备下井打捞一鸣珠 让人没想到的是 他还没来得及打开井盖 就突然感觉背后忧似凉意 接着就还听到一位如气如素的声音 盗贼抬头看见 有道白色的光从对面的红墙中飘出 他误以为是被人发现 定睛一看 居然是一位妃子的轮廓 从墙上渐渐凸显出来 于红布片中画面如出一辙呀 当妃子的轮廓 巨小偷还有五米时 小偷瞬间被吓得瘫痪在地 女子的脸也在水中泡得太久 而变得肿大 更诡异的是 她口中还含着一颗夜明珠 为何历朝帝王居住的宫殿 频频传出闹鬼的传门呢 故宫为何每天五点关门 难道故宫真的是为了镇压邪碎吗 其实最重要的原因是在六十多年前 要知道紫禁城一直都是全国最大的宝库 有许多人都会寄予 上世纪五十年代 年仅二十岁的游客吴请辉 首次来到故宫后 就被那些价值连城的珍宝吸引了 她瞬间被财富蒙蔽了双眼 即便是最不起耳的文物 也能让一直找不到工作的她 过上一段优渥的生活 于是被恶念滋生了她 一直徘徊在故宫迟迟迟不肯离去 一直到天黑快关门时 趁工作人员的一个不注意躲进了厕所中 等故宫的所有游客都走光后 她就前进展馆 透了个不切耳的康熙皇后金册 与几把宝刀 她还挺有心眼 甚至将盗走金册 替换成了一个收音机 值得庆幸的是 天网灰灰殊而不漏 当故宫的工作人员发现文物不见后 经过警方一系列的检查 不久吴请辉就落网了 并判处无期徒刑 自吴请辉一事发生后 为了避免类似的事情发生 同时也为了保护故宫中的文物 故宫便改为无点救情人 这样不仅能在天黑前 就将全部文物清点完毕 还能避免再有心怀鬼胎的人 觊觎文物 造成国家非常大的财产损失 至于故宫不开放的地方 实际上 故宫的相关人员早就做出解释 因为故宫被开放的地方 有三类区域 首先就是仓库 要知道故宫现存的文物 大约有100多万件 因此需要一大片规模的仓库 进行存放 这就占据了很多故宫内的区域 其次就是办公的地方 例如历史馆 宫廷部 科技部 消防中心 信息中心等 虽然这些区域会占用不少地方 但这些地方都是必须建设的 最后一类就是 一些还被修缮整理完成的院落 由于经费不足等各种原因 没能加以利用 预测未对外开放的区域 占据整个故宫的三分之二 鬼异龙椅至今无人敢做 就连考古专家都无法解释 在故宫有个古老的文物 它不仅象征着朝代的兴衰更迭 而且貌似还被人忌惮的诅咒 我们在电视剧中 经常能看到皇帝上朝 大臣们磕头行礼 这个地方就是金鸾殿 方眼望去整个宫殿 最引人注目的 就是那把高射的帝王专属龙椅 其实我们现在看到的龙椅 并不是清朝皇帝 坐着最后一把龙椅 而是明朝万里年间的旧龙椅 原本的龙椅 不知被袁世凯藏到哪里去了 关于所谓的龙椅 有个诡异的现象 如果不是掌管天下之主 坐上去肯定会死于非命 比如袁世凯 在他登基做皇帝的三个月后 就潦草收场 他为了避免有人跟他争夺皇位 便派人将故宫的龙椅藏起 等待实际成熟后 企图继续他的称敌大爷 然而他在藏匿龙椅没几天后 就因尿毒症应发而亡 闯王李自成攻入北京后 虽然坐上了梦寐以求的龙椅 但在次日就仓皇离开了北京 还有在八国联军侵华的时候 有一个名叫斯内西的德国将领 在闯入紫禁城后来到金鸾殿 他一边惊讶着故宫的复礼堂皇 一边露出侵略者的丑恶罪脸 因为他被四面雕龙的皇帝宝座吸引了目光 他知道这个尊贵宝座 只有皇帝才有资格坐 然后一个大不留心地走了过去 并肆无忌惮地坐在龙椅上 他还让同行的士兵给他拍照留念 他不屑地认为 皇帝龙椅也没什么了不起的 自己想坐就坐 当时德国军官瓦德西坐上龙椅的时间是1900年 而在四年后 皈依的事情发生了 斯内西军官突然暴毙在家书的床上 并且毫无征兆 可根据医生表示 这位统帅是因为突发性疾病而亡 但民间的老百姓都信有余计地认为 是遭到了来自东方龙椅的成绩 毕竟不是人人都能承受得住 帝王尊贵的命格 若没有足够硬的帝王命格 就会被剥夺其遇 经过百姓们的口口相传 这把龙椅自然被披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 但有网友认为 龙椅只是一把普通的木制椅子 看上去像是黄金打造 实则是喷了黄颜料 在古时 龙椅和玉玺都象征着黄泉 而皇帝所使用的物品 自然会雕刻得异常精美 除此之外 也再没什么特殊之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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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订阅